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日本爱情酒店对大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地点偏僻,客房种类又奇怪 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日本小子发的问题对于爱情酒店来说是近年一大隐忧 生意难做,为了拓展情侣以外的客源 近年爱情酒店都开始接触外国游客和单身女性 今时今日,我们会见到连大的酒店预计网站都有爱情酒店的终迹 而说到在名古屋市中最厉害的爱情酒店 不少网友大赞其中一间客房 一点都不怪还相当吸引 这次白无金技,深入酒店一探究竟 进到front desk,串置了无人化服务的check-in 即使有需要都只是用电话联络职员 那就零尴尬了 好大间客厅啊 哇,好大个客厅啊 这里可以坐六个人 我们看看客房 哇,好花花啊 不要以为love hotel的客源只有情侣啊 其实不少女性都会召唤三五之几 上来玩回晚过夜的 所以女性用的amenities特别多 哇,好大个sacrucci啊 还有我身边这个 哈哈,oh my god 这间客房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客房连着一条巨大的滑水梯 哇,好大,好高啊这里 你看一下 这座成两层楼高的滑水梯 连着客房的浴室 还有个私家泳池仔 真是想怎么玩都可以啊 现在是东西 但是因为暖水来的 所以都可以 在这里除了有成人电影之外 其实还可以看到荷里活的电影 真是要什么娱乐有什么娱乐 连唱片,room service都有 有需要的话 成人玩具,cosplay都有得做 真是佩服酒店的贴心啊 价钱是一万八千一万 如果四个人分都不是太贵啊 不许多女生来开party啦 是真的,事关好几次打去酒店问 都已经有客人订了来做女子会 不知多受欢迎啊 一般街下是没得预约的 要当日去到酒店才知道有没有房 酒店里面还要一间客房都几乎不同设计 想要猎奇风的话 还有监狱主题 想要少女风的话 还有回船木马 真是够好玩 整间房比我感觉够干净和舒服 空间又够大 但就有一些我未必用得着的设施 但趣味性就够高了 新春Q才运 答五题分十万 动脑Q星期一至五晚十点半 Let's kill the money